出來的數字都是賴清德贏 其實這個初選時間 如果有選 大概也可能總是會決定之後 應該會是四月份 可能目前賴清德是暫居上逢 但我也真的覺得 為什麼我們一直覺得很憂心 你看地方基層本來就是覺得 如果是蔡賴培 這一次可能 大家在最冷的時候 可以互相取暖 這時候突然賴清德跳出來 讓我們覺得 那麼最冷的時候 大家還在互相競爭等等 當然有人說這是一個 民主機制的一個實踐 陳佑林總統說這是民主常態 不是破壞團結 但我想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我看如果初選 恐怕還是會有一些 擦出火花的狀態 如果擦出這火花 對我們黨是好的 那最好 但我們就是怕說 這火花最後變成野火燎原 恐怕互相兩人之間的信任 就再度沒有 黨內的團結要怎麼再 重新把它兜起來 我想這是目前對民進黨 最大的挑戰 剛剛其實說這個對比或互比 其實過去也有做一些 策略的一個調整 我倒不覺得賴清德 真的過了一個月以後 真的民調還是這麼高 因為畢竟大家對於他的正當性 這時候出來的必要性 當然還是存疑 地方還是覺得說 你就已經可能可以當 這個副總統參選人 你為什麼非得要當總統候選人 所以這是必須他要去 跟大家解釋清楚的 讓大家覺得他的正當性 是很明確的 這時候賴清德出馬 才不會變成 後續會變成一個 不團結的民進黨 陪同賴清德去登記參選的人 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民進黨需要一頭獅子王 他說賴清德才是獅子王 意思就是說小英的能力不行 這句話會不會點燃基層 再更進一步去思考 誰才是可以帶領 民進黨打贏勝仗的那個人 那個人的形象會是賴清德 還是是蔡英文 蔡英文因為他長期 三年多來有執政 大家覺得你這個領導無方 你的能力是有問題 九合一才會大敗 賴清德其實他才有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要論說 誰的責任比較大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是你蔡英文的 責任會多一些 賴清德其實他九合一大敗之後 他也立刻請辭負責 他也認為他自己 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所以從賴清德的角度 他已經交代 他說我已經在九合一大敗之後 我立刻請辭負責 我也沒有戀戰 那就是負起我的政治責任 他已經負責了 然後他現在重新出來挑戰 他一個新的說法就是說 我才能帶領民進黨 打贏這場仗 他也接受這個制度 制度是你黨中央訂的 所以我就只是來領表 我接受民意的考驗 如果民眾支持我 那就是由我來帶領 所以我覺得 他將來在這方面的說法上面 他慢慢的 他也會有屬於他們這一方的說法 倒是民進黨比較詭異 最後會變成說 民進黨向來 過去其實是說誰強誰出頭 這是他們原來創黨的精神 所以才會讓各方的人才 只要你有能力敢拚的敢衝撞的 你在民進黨你會出頭天 過去他們批評國民黨就是說 你們不是 你們是宮廷 所以要論資排輩什麼 曾幾何時你們現在淪落到說 如果賴清德覺得他能力很強 他敢出來勇於挑戰 結果大家嚇得半死 你知道嗎 就那個氛圍是一個很怪異的氛圍 所以阿扁講得也沒有錯 這個就只是參選 他在清德也說 大家有必要嚇成這樣子嗎 我們就找回創黨當時候的精神 我只是來挑戰 挑戰如果沒有過 他已經先講了 就是說這個要願讀服輸 如果輸的人就是要支持贏的人 當然這句話 他還是在講給蔡英文聽的 他如果覺得他可能會贏的時候 已經告訴蔡英文說 告訴你 輸就是大家團結 那個才叫做團結 但不是說不可以有一個機制 不可以允許人家來挑戰 我覺得這也是此時此刻的 民進黨要思考的 當你們權力越大 掌握的資源越多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也越來越害怕挑戰 之前大家就在挑戰民進黨 你為什麼會變成是投合競選 誰有規定這個現任的總統 就是優先連任 如果現任總統做得很差 有一個更強的人可以出來挑戰他 為什麼民進黨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個是 蔡英德這次的參選 反而讓民進黨 也有一個思考的機會 民進黨後來變成太想說 一句團結 然後就是把最強的人 讓他沒有辦法浮上檯面 這個真的是原來的民進黨 我覺得民進黨黨性 好像也在做某種程度的改變 然後你看一出來之後 馬上這個要鞏固領導中心 這一派又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 好像彷彿是過去有某種 過去國民黨的影子 在民進黨身上看見 有一點點錯亂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 雖然賴清德參選的動作 讓民進黨很驚慌失措 但不見得對民進黨 完全是壞的事情 至少你們要覺得說黨內還有人 是敢勇於挑戰的 這類型的人物還存在在民進黨 我不支持賴清德 我對他當然也提出很多批評 不過我還是要替他講幾句公道話 其實民進黨真的不用害怕 民進黨在面對初選之後的 修復能力一向都令人肯定 就不管初選的過程是如何刀刀劍骨 如果殺了血流成河 但是只要初選結果一完成之後 民進黨那個完成整合團結的能力 一向都是被國民黨肯定 而且值得國民黨未來要學習的 那麼我認為賴清德如果要贏 他必須要有幾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就是 民調要持續領先 在未來這段期間 只要每一家的民調 贏的都是賴清德 而且賴清德成為民進黨內 唯一有可能在2020保住政權的 那麼不管現在有多少人 表態挺小英 最後一個一個都會倒回來 因為這就是現實 民進黨有什麼理由 推一個會輸的人出來選 就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最希望參選的就是小英了 民進黨最好就是派小英出來 所以民進黨我相信有很多政治人物 他的人情包袱 可能必須表態支持小英 可是他的理性分析 他當然知道誰會贏 所以在未來的這段期間 如果所有的民調贏的都是賴清德 現在不管多少人挺小英 最後的局勢都不是如此 所以賴清德一定要維持 民調持續大幅的領先 然後第二 賴清德真的要認真考慮 如果連這些基本教義派的 什麼獨派的表態都是如此的話 他在這個時候還有沒有必要去當 聲率基本教義派的盟主 未來如果面對的是全民調 賴清德的路線 一定要把他的光譜往中間移動 他必須要能夠成為代表全民的 民進黨的候選人 這對他的全民調才最有幫助 他如果還一直這麼死心眼 抱著什麼台獨主張 因為他是很誠實 又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然後因為他的人情包袱 又必須支持特色陳水扁 到最後這兩個神主牌會把他壓垮 第三 如果今天我是賴清德陣營 我一定要求速戰速決的 所以按照民進黨的程序 登記完之後就照著程序走 不要拖 因為以英系的角度來說 拖得越久對英系越有利 所以只要未來是一個 速戰速決的黨內初選 對賴清德來講 絕對是最有勝算 同時對民進黨來說 也是造成內耗最小的一種 決定候選人的方式 所以比這個市來講的話 一定是賴清德現在是市稍微強一點 而且對於立委參選 我覺得剛剛這兩位來賓 可能2020沒有要投入選舉 所以說比較輕巧 但是也比較輕鬆 如果說現在真的要參選 事先要選 事先要選 不好意思 所以他一直呼籲蔡賴佩 你都沒聽過 但是如果 真的要選2020的立委 的區域立委 真的隨人夠幸運 真的如果說是 到時候還是蔡英文 可是他都是一直是第三名 或是第二名的話 有可能就是明年初的 這個立委選舉就是民進黨 至少現任的立委倒一半 也因此民進黨 生的心目中 應該要想的是說 公平競爭 選出最強的人選 對於立委選區 也許總統大會不一定保住 但是對於某些立委選區 還有機會一搏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剛剛聽到這個 有點精細適合系的感覺 真的 過去也一直在批評說 國民黨喬家大院 國民黨升公大院 公廷文化 論資排輩 怎麼現在 蔡英文好像是不能被批評 不能被挑戰 不能被碰觸的那個人 那個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說 今天賴清德當然跳出來 來挑戰蔡英文 可能讓大家都措手不及 可是這對民主來講 也未必不是好事 而且更重要一點 賴清德出來之後 有一個明顯的意義是什麼 明年初的總統大選 有可能會變回歸到藍綠對決 回歸到是說到底 讓台灣2300萬人來選擇是說 你到底你的政治立場 跟政治核心價值是什麼 還有就是 也許逼退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也許在 這個撒卡都的情況下 他看到蔡英文 也許他想要重演複製 2018年台北市長的選情 如果說民進黨一直起不來的話 反而有可能讓柯文哲余翁得利 但是如果說是比較強的 民進黨候選人 那就未必 還有就是第三勢力 有沒有可能組成政黨 來推出立委候選人 如果說第三勢力組成政黨 來推出立委候選人的話 有可能會再把一些 現在民進黨現任的立委的選區 再去做一些變化 所以回歸 我是覺得是說 現在逼表態 這是一件最不治的事情 因為逼表態就代表說沒有信心 代表是說你對你自己的 政治實力不夠肯定 如果說現在大多數人都是 跳出來說支持蔡英文 我實在講 你真的認為是說 他們是心甘情願寫名字出來說 我一定要現在就選別嗎 我覺得很難 如果說你都覺得說被逼的話 真的作為一個大位者 這個大位應該智取 作為一個現在坐在大位者的話 真的不應該現在逼底下的人表態 我覺得這是比較正確的路